继续访华行程 周五文在寅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 这也是韩国总统时隔九年再到北大演讲 而在周四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文在寅举行会谈 双方一致同意准确把握双边关系前进方向 确保中韩关系行稳制约 习近平欢迎文在寅在中韩建交25周年之际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指出 中方重视同韩方关系 愿同韩方一道牢记两国建交的初心 以两国人民福祉为面 秉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基本原则 坚持以成相待的维林之道 把握互利共赢的合作宗旨 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始终健康稳定地走在正确发展轨道上 外界注意到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已经是习近平今年三次会见文在寅时第三次提及 今年七月六日 习近平在柏林G20峰会举行期间 首次会见文在寅时就表示 双方要立足大举 放眼长远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十一月十一日 习近平在越南举行的APAC会议期间 宇文在寅会晤中再度强调了这一点 有分析指 三度会面三次提及中韩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短短十三个字背后 意义并不寻常 前段时间对中韩关系造成严重影响的萨德问题一定包含其中 中韩关系要持续稳定的一个发展 那么最起码的一个底线就是要互相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那么这也是萨德问题给我们的一个深刻的这样一个教训 值得注意的是 在央视的报道中并没有提及中韩有关萨德的分歧 仅提到习近平重生了中方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 希望韩方继续妥善处理这一问题 对此 韩联社报道 有韩国总统府要员表示 萨德问题是在随后的小规模会谈时提及 两位元首最低限度的谈及萨德 应视为积极信号 中国外长王毅表示 中韩阶段性处理萨德问题已经形成一致 但问题仍然存在 需要中韩进一步增进了解 管控好分歧 我们要从中韩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 从维护地区的合并委定出发 来确保两国关系能够保持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有分析指出 中韩已就阶段性处理萨德问题达成共识 这是两国关系出现危机后求同存异 所做出的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选择 当然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帮助